Hello 各位大家 所以这次我们来到期刊阅读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主题 不外乎就会跟我的专业联比较关系 这个分子基因有关的 所以这个是表观基因学 因为大家要看关键字 叫DNA Methylation DNA甲基化 所以这个主题是全基因组的DNA甲基化 找关联性 那看什么关联性呢 他主要是想要看近期 还有是长期累积下来这个大麻使用 这种大麻使用 对于这种DNA甲基化的影响相关性 当然我们讲是看相关性 所以不是因果关系 所以这边不会讲到影响 只是讲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 相较于没有使用大麻一般来讲 这DNA甲基化的程度可能会不一样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 DNA甲基化其实某程度来讲 也可以是一个衰老的指标 所以这件期刊 我相信大家可以需要非常多 那大家看到这个Publish的日期 热腾腾才前一天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手资讯 可以近期的去把相关研究都可以进一步了解 所以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研究主要的内容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AI整理的内容 OK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a genome-wide DNA methylation association study of recent and cruelty marijuana use in middle-aged adults The study found 201 methylation makers Markers 所以今天是BioMarkers 找到这个重要基因的标志 Associated with marijuana use across two examination years Wow OK 所以我们讲 当然主要是在两个年的追踪时间当中 都使用大码的情况之下 找出了201个这样假计划的这种标志 OK The study also replicated A previously reported methylation markers Associated with marijuana use OK 所以这个研究很重要 还有在现过去的结果 OK 所以之前过去结果也有去找到八个 这种也是在这个大码使用 有这种标志性的这个假计划的位点 OK 好 Now identify three OK 600 OK 38 6 mqql 198 dmrs OK 所以大家看到这种字就是关键字 我们讲的就是说 在这种DNA讲的话位点 然后可以把它细分不同种类 好不好 大家知道一下 OK Associated with recent and cumulative use at both examination years 好吧 所以这个大家别担心 大家这个词会讲解会讲到 OK Differentially methylated genes or statistically overrepresented in pathways Rating to cellular proliferation Hormone signaling And infections As well as schizophrenia Bipolar disorder And substance related disorders 哇 OK 所以要让我们去做这些markers 对不对 你去找出这些假计划位点之后 我们把这些相关位点 去丢一些资料库 去找出相关的路径 对不对 这个是常会做的这种 这个研究的这部分 The style provides additional insight In treating association between marijuana use and the epigenome and related health conditions 所以当然这个研究 当然就是针对这种大麻使用 对我们这种基因的这个调控 这种表观基因如何去 对于有这样背后的机制 有更进一步了解 对 OK 所以我们话不多说 好不好 我们把前面的这个主题 这个总结把它说完了 那我们就直接来到这个单次讲解 OK Genome wide 就是讲全基因组 这个是大家应该耳熟能详 Rating to what involving the entire genome of an organism 这个现在非常红 对不对 讲就是说在一个生物体中所有的基因 这是以这样子一个尺度来看 这些所有基因交互作用 然后跟一个特定的这个生物的疾病 然后或者说一个特征有关的 讲相关基因作用 这样子一个这个规模 用这个规模去研究 这种方法叫Genome wide study OK DNA methylation a process by which methyl groups are added to a DNA molecule which can change the activity of a DNA segment without changing its sequence 所以当然叫表观基 就是他只是在上面去做共架修饰 对加一个甲基 没有去改变DNA序列 本身ATCG这样子的编码 所以非常重要 OK 所以叫epigenetics 那你讲说当然 如果加S就是讲说是 表观遗传这个基因的这个学问 这个领域叫epigenetics OK Psychoactive substance 这个大麻 大麻就是一种精神活性的物质 Psychoactive substance A chemical substance that acts primarily up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where it alters brain function resulting in temporary changes in perception Mood Consciousness and behavior OK 所以当然就会改变你的这种感知情绪 对不对 心情 那我们讲说 当然你的这个知觉 你的行为更改变 OK 虽然看着这个比较是技术层面的一些 这种厂商中的名词 OK Illumina Methylation epic Bitchit OK A microarray platform used for high throughput DNA methylation analysis OK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们讲在做DNA 这种批词的这种 一个个体想要看个肌的表现量 我们通常会使用这个Microarray 微阵列 那大家可能想说 现在微阵列的件事 上比较少再用 对不对 我们讲因为NGS 其实可以更有效率的去完成 那当然你讲说 这个针对微阵列的部分 大家可能不是只有想到DNA表现 大家可能想要RNA表现 RNA层次方面 也可以有个微阵列的这种 表现量的一个资讯 去做侦测 所以其实不意外 讲说针对这个假计划 一样是有微阵列的方式 可以去做侦测 不同的位点 对不对 各自晶片 你讲说每一个孔 就成为特定的位点的假计划 去做辨识 所以就可以 这位每一个位点的假计划 的表现量 这个假计划程度多寡 你讲说去做一个这样子 大量高通量的分析 所以我们看这个字 我们讲说CM1QTLS 你看就这两个字 关键字这两个 好不好 所以我们还是要知道一下 所以什么叫顺势的 这个Methylation QTL 所以QTL 这个字蛮难的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A type of methylation Q就是这个字 大家看到 Quantity 就是讲说数量 你讲定量 Trade Loci 所以Trade就是讲说是特征 那Loci 当然讲说 这个单数叫Locus 就是讲说位点 在DNA上特定的位置 所以是顺势的定量 顺势定量的特征位点 Where the genetic variation and methylation side are located on the same chromosome 所以他叫顺势语言在说 这个基因的突变跟甲基化的位点 是位在同一个染色体上 好不好 所以叫顺势的定量特征的位点 好不好 非常重要 所以这边比较是比较 就是说跟你的基因突变 还有甲基化 这两个是位在同染色体上 非常重要 所以就可以去细分 这个甲基化 是属于这个类别 还是属于DMR 所以DMR这个类别的甲基化 我们来看一下 Differentiate Methylated Regions 讲差异化甲基化的这个区域 什么意思 Genomic Regions with different DNA methylation patterns between two or more groups or samples 所以这更复杂 DMR的意思就是讲说 讲在不同的样本当中 特定的基因 但是它这个甲基化的样式不一样 OK 它这个区域可以有不同甲基化的样式 OK 我们讲说不同个体间同个基因 却是不同甲基化的样式 那这种甲基化的类别 我们可以把它归类在DMR 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我们看下来这个字 冠状动脉风险发展 青年成人研究 Cornery Artery Risk Development in Young Adult Studies 这应该就可以直接跳过 好不好 OK 当然讲就是想要去知道说 这些风险的因子 对不对 在这些青少人当中 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 会导致这样的一个 冠状动脉的风险 对不对 OK 所以我看下来这个字 我们讲这个比较难一点 EWAS EWAS OK 所以EWAS这个字的详写 叫Epigenomide Association Studies 好不好 就是说以表观基因 全部表观基因有关这个位点 这些个体所有表观基因的相关位点 相关性的一个研究 对不对 那这边就是非常好例子 对不对 你想要去探讨 所有这个假计划的位点 有哪几个位点 是跟这个大麻使用有关联性的 对不对 所以就这种类 所以就往下看下这个字 CPG Island 或是我们讲说CPG Size CPG的位点 CPG岛 这都要会 OK Short regions Odenic where Acylosing Nucleotide is followed by Aguanine Nucleotide 所以就是讲说这个包秘地 跟这个鸟飘零 我们讲这两个 这个核甘酸 他们是锦香磷的 对不对 然后非常照耀在于说 我们讲说这个CPG 对不对 会有一个这个phosphate 所以是P OK 你讲说会是 有一个磷酸集团 所以它才叫CPG Island OK This size are often the target of DNA methylation 所以它们叫CPG Island 是很高的一个区域 很容易会受到 假计划的位点 大家知道这概念 OK 所以我们看下这个字 FDR 好不好 什么叫FDR OK FDR就是讲说 假发现率 OK 假发现率 A statistical method used to correct for multiple comparisons OK contraint the expected proportion of incorrectly rejected known hypothesis 所以 你讲FDR跟 False positive 有什么差别 False positive 比较是广泛来讲 就是所有的假阳性率 我在我们FDR 通常针对是讲说 通常这种发生的 是因为 你很多次的检定 所以如果很多次的检定 你需要去针对这个P值做校正 对不对 才可以去降低 这个伪扬性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要针对这个方面 这样一个scenario 所以我们会用这个字来描述 FDR False discovery rate OK 所以想看这个字叫 Linear regression 这个叫线性回归 好不好 这个统计学有说到 所以就往下跳 嘿嘿 OK 一定要好好看统计学 好不好 所以看下面这个字 PCA 叫主成分分析 比较难一点 但这里很常用 讲俊相分析 讲说针对 那种比较高复杂高维度的那种资料 通常想要去 针对不同样本群去找出显著差异 OK 我们就通过这个方法来分析 OK A statistical method used to reduce the dimensionality of the data by transforming it into a new coordinate system when the greatest variance is on the first axis yeah OK 所以我们讲第一个这个轴 主要就是说最高的变异程度 在第一个轴 那第二个这个 高的变异程度的这个变数 就会在第二个这个轴 所以当然讲 通常就第一个第二个轴 最主要这个成分 去探讨 去看这个样本的分布情形 可以把它去猜分开来 对不对 然后可以计算P值 看这些样本群 有没有写助性的差异 OK PCA的分析 叫主成分分析 OK 那往下看 来 像这个叫leucocides subpopulations 我叫白细胞亚群 OK 所以是比较白细胞亚群 Different types of wiper cells Incruing B cells T cells Granular cells Modal cells and natural cleural cells 就是讲说在免疫细胞里面 我们讲白血球 对不对 很多种类 对不对 不管是四中性球 你讲说这个四酸或四碱性球 对不对 你讲说自然沙尔细胞 你讲T细胞 B细胞 对 这个丹荷球 对不对 你讲过像巨氏细胞 这个Macrophage 也是包含在内 对不对 很多不同种类leucocides 所以我们讲 Lucocides of populations 好 然后我下看这个之后 Hausman's method 什么方法 来看一下 A statistical method Use to estimate the proportions of different cell types in a mixed cell population Based on DNA methylation data 所以它是一个统计方法 去计算在你这个复杂 混在一起细胞面 我们讲哪几个类别 各类别 在整个细胞树目所占的比例 Hausman's method 好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QQ plus 什么叫QQ plus 叫分位数 对分位数的图 Quantile Quantile Plus OK QQ plus A graphical tool used to compare two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by plotting their quantiles against each other 所以它主要是想要看 两个几率分布 讲说他们的这个分位数的比较 你想要去比较他们的 这个分布性的差异 所以我们就会去针对 他们各自分布的分位数 去做绘图 好不好 所以就会有QQ plus OK 照这概念 OK 所以比较是要比较两个分布的差异 OK 来 下面这个叫SMP 这个 讲就是Single Nucleal Type Iomorphisms OK 单核甘酸多态性 也就是讲说 在特定一个基因当中的 单一个核甘酸 可以有不同的 种类的核甘酸 对不对 所以会有SMP OK A variation in a single nucleotide that occurs at specific position in a genome OK OK 那什么叫MQTL 我刚才讲说Sys MQTL 那现在是MQTL 是比较广泛一点 所以甲基化 这个数量性状位点 对不对 我们刚才讲说这个Trait 这样的一个Low sign OK 那我们看 A tile study That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enetic variation and DNA methylation levels OK 虽然当然主要是 拿来去研究 这个基因突变 然后还有跟假计划的关联性 我们刚才讲到顺势就讲说 基因的突变 跟假计划是关于同染色体上 对 所以当然他把这两个都取出来 一定是讲这两个相关性 OK 大家知道这概念 好 DMR 刚才有说过 所以我们先调过 来 现在这只要会 KGG 跟 reactal analysis OK 这个 KGG 跟 reactal 通路 这个很常见 只要找出特定的路径 对 特定的代谢的相关的一些功能 通常就是很多基因列表 或是这边是假计划 未典列表 讲去 丢进去 取出来这些相关的路径 Diabases that provide information on biological pathways incred metabolic pathways and signaling pathways 所以就包括像代谢路径 或是讯号传递 传递路径 对不对 OK 非常重要 OK 那当然讲反应体 反应体 它reactal 一定是也包括 讲这个各自不同基因位点 或是这边是假计划位点 他们之间这个网络图 对不对 可以看这个关联系 OK 所以我们就回到 原本这个整理的 这个沃尔党里面 好不好 所以很重要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研究的动机 OK The main object of this research article wa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ecent and cumulative marijuana use and during maturation levels in middle age adults OK 所以很重要 它的这个群体主要是中年人 中年人为主 然后主要想要比较是 近期使用跟 长久使用大麻的差异 所以比较不是健康跟有使用的差异 而是它有使用当中 再细分成两个不同类别 好不好 去做探讨 Despite the growing number of individuals using marijuana studies investigat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pigenetic factors and recent and cumulative marijuana use remain limited 所以即便就是已经有很多人在使用大麻 但是关于这个相关研究还是比较少 对不对 关于这种表观基因的这种层次的研究还是比较少 The style aims to provide additional insight into association between marijuana use and the epigenome and reality health conditions 对不对 所以这个研究当然就是希望说能够去进一步了解 这个表观基因跟大麻使用的关联性 对这个健康状况 这个相关一些疾病的 这个可以去找一些相关一些疾病 能够进一步了解 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使用的这个材料方法 在这个研究的材料跟方法 OK This research article used data from the culinary Uter-risk development in young adult study 所以过去就有研究就有数据 使用这个数据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that recruited 5,115 black and white participants age 18 to 30 from 4 centers across the U.S. from 1985 to 1986 OK OK Policipants will follow all the time and underwent in-person examinations in multiple time points recent and cumulative marijuana use or assess using self-reported questionnaires OK 所以怎么去辨别说 它是近期还是长期使用 它主要是透过问卷调查 去分群 好不好 OK The DNA methylation profiling what's performed on whole blood samples 所以这个假计划 其实针对我们刚才讲 为什么要去针对不同细胞分类 你讲主要就是因为它使用 是一个比较复杂 所有的这个协议的细胞 都直接把它对应去做分析 所以当然我们刚才讲 对不对 就要去做Houseman's method 对不对 就是这个原因 OK 所以这边当然讲 它有使用这个微正列的方法 对去取得这个各基因的 假计划表现资料 好不好 假计划为点这个程度的资料 各为点假计划程度的资料 好不好 文字游行 OK 所以大家照概念 Ave do you know why association studies were conducted to analyz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methylation levels and recent and cumulative marijuana use 所以应该没问题 好 这边就是讲说想要去找关联性 对不对 OK The study also performs stratified analysis by sex, self-reported rates and tobacco smoking status 哇 所以他起来去做了分层的研究 所以就会是比较严谨 对不对 他想要把其他的这个 可能会有干扰因子把它综合掉 OK As well as methylation quantity trait Loci analysis Differentially methylation region analysis and pathway and disease analysis 好不好 没问题吧 反正就是去做比较细部的分群 然后进一步探讨 讲说这些分群之后 然后对于这个有关一些路径 讲说这个最后衍生出来相关疾病的分析 OK 好 所以我们看这个最终结果 好不好 很重要 OK This research article found 201 methylation markers 所以刚才有提到 Associated with recent and cumulative marijuana use across two examination years The study also replicated and previously reported methylation markers associated with marijuana use 所以刚才有讲到对不对 这个前面大纲都有说到 好不好 我们直接看到这个下一句 OK Differentially methylated genes was statistically overrepresented in pathways related to cellular proliferation blah blah 所以这几个刚才都有提到 大纲都比较着重在结果 OK The study provides additional insight into association between marijuana use and the epigenome and related health conditions 好不好 所以当然讲说 也是有给 可能是放在discussion 就比较不是结果的部分 好不好 那我们就来讲一下 针对这些研究结果 还要去它解读的部分 为了哪些可能潜在研究跟方向 好不好 这未来的这个工作 未来这个应用 对吧 也是非常重要 OK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ticle provide additional insight into association between marijuana use and the epigenome and related health conditions 好不好 OK 这没有问题 OK The identification of methylation markers pathways and diseases associated with recent and cumulative marijuana use in middle-aged adults may serve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to identify recent and long-term marijuana use and interven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ir related health outcomes 非常重要 所以你讲说这个就是很常见的 对不对 我们去找出biomarkers 就是for prognosis and diagnosis 对不对 你想要去做预断 或者说你想要做诊断 甚至你想要去做治疗 对不对 个人化的治疗 对不对 这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应用 OK Future work may include replication of these findings in independent cohorts 非常重要 对 所以未来研究当然讲 可能是想要使用另外一个独立的样本群 对不对 你讲说是使用不同的这个资料库 讲说可以扩大自己的这population 这样的一个simples simple size as well as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to a marginal effects of marijuana on the epigenome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所以这边是middle age 可能可以探讨你讲说是年轻人 你讲或是说老年人 对不对 可以去探讨其他不同的这个年纪族群 这也是外来可以去往这方面方向去发展 那当然还有讲一个重点 讲说去针对这个 你讲modularity 我们讲modularity 就讲说调节的效果 好不好 就是说可以去了解它的mechanism OK 你找到它的association 或是我们找到correlation 对不对 就当我们想要找到cosation 那因果关系 当然我们去探讨就是它的机制 对不对 所以当然就进一步想要探讨更细一步的机制 那当然讲 细一步的机制就是要实际做实验 对不对 所以这个试的实验方面 就是取代不了的部分 非常重要 你讲说当然你讲这些干的实验 就是找出一些大方向 有些hypothesis 你讲可以去narrow down 有hypothesis 所以你就可以让你做试的实验 可以有更少步骤去完成 对不对 可以花更少成本 OK 所以大概就这样的概念 好不好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研究内容 可以需要非常多 了解主要这个领域 对不对 讲说 这个一个其中的例子 研究的例子 他怎么去进行这个流程的设计 讲说整个大方向 对不对 你就会比较了解一点 那 未来如果类似一些 这个研究一些 这个论文 一些期刊 对不对 就越看越觉得 哇 越上手 对不对 OK 好 所以就这次的这个期刊分享 这边结束 OK 我们下次见 say goodbye 拜拜 好